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公开表示当初农业部给他的这批巴西弹 就没有告诉他装传日期没有指导该如何标示 而他根本也不知道有效期限 事后他会拍影片认错还是农业部要他讲的 现在要对他开罚让他觉得很冤枉 结果农业部今天说校齐标示是归食药署馆 不过自进口弹的外包装上面有印校齐 那席选场可以据此来标示啊 好 先不说农业部现在看起来是想甩锅给食药署 那么依照图万财的说法 不就代表这批巴西弹的有效日期 从头到尾就只有农业部知道而已吗 那农业部说进口弹的包装上有标效期 可是巴西政府说只能够放90天 超司的进货单上也写明是110天 那为什么农业部自己告诉大家可以放四个月呢 那按照巴西来的外包装来标示效期的话 会不会国内的巴西弹其实都已经过期了呢 立伟 感觉就是啊 因为如果是像陈吉仲说的 那最后一批不是7月17号到吗 然后是在5月底的时候就装船了嘛 所以5月底之后装船 事实上在8月底8月20几号的时候就已经到期了 问题是土董真的有够可能啊 农业部希望他来帮忙 他能说不吗 名誉不与官党 他做这一行的农业部可是他的长官啊 所以呢他就 他就行了这个戏头啊 结果这个港帘 这批蛋到底是什么时候到台湾海关的 什么时候上船的 他根本不知道 他的标示日期 制造日期是9月6号 远远已经超过了到期的8月20几号 所以都已经超过两个礼拜了 那他9月6号按照台湾的一个习习惯 就是说席选日制造日马 保存期限一个月啊 所以他就标10月5号啊 结果没有想到整批蛋 会不会他根本就被农业部坑了 要他帮忙销货已经预期的蛋了 我们来看一下 超司爆出预期蛋争议 农业部要求台农道歉 没想到董事长图万才大爆料 说是农业部要他担下来 认错也是农业部叫他说的 农业部说在台湾洗选蛋 就是存放一个月 但巴西蛋从生产到货运至今 到底放了多久 又没有大过期 图案才说真正的有效日期 只有农业部自己知道 农业部硬说巴西蛋图辣 可以保存四个月 但图案才经报 他经手的巴西蛋 有的根本没图辣 就从巴西一路送到台湾 而农业部说 尊重他的个人说法 这是否代表造一堆坏蛋 臭鸡蛋流入市面 不止巴西蛋标示出现争议 立委更抓包 农业部从今年二月到八月期间 从澳洲 美国和日本 前后进了八批蛋 这十万多公斤的蛋件 完全没有制造日期 就给合格入台 立委说食药署自己帮他 标上有效期限 简直太离谱 进来的蛋 日本 美国 澳大利亚 制造日期没有 没有制造日期 你居然给他查验合格 而且给他标有效日期 这到底是什么跟什么 进口蛋争议连环报 明代到北柬 告发成这种毒质 八千多万颗巴西蛋 除了台农报过期争议的 两万颗蛋 其他到底去了哪里 没日澳和巴西进口蛋 大爆争议 就怕早进口的过期蛋 或臭鸡蛋 已经被民众吃到肚子里 好 大人 我们看到这个土董 他出来喊冤了 明明是农业部要我帮忙 我只不过是帮忙而已 结果现在却惹了一身心 他说他出来表示道歉 那他为什么出来道歉 是农业部叫他讲的 意思就是你就扛下吧 所以他也就配合了 你看真的是配合度有点高 结果叫他打下来 他打下来之后 可不可以就让这个风波 画下句点 结果没有想到 他跟卫生局讲说 我去划四万就已经有到尾屈了 现在还要划更多 所以他就接受不了 他就觉得说 我从头到尾都是配合政府 是政府要我帮忙 我也义不容辞 结果变成要我道歉 还要罚我钱 四万块我也就认了 吞了就算了 现在可能要四百万 那还开什么玩笑 所以他说 如果你们要罚我更多的话 我就要来找路苏古林 所以是厌不下去了 说实在也真的很可怜 好 那么呢 土董他就讲了 我是帮忙农业部 农业部呢 是专案进口的 所以呢 他拿到这批蛋的时候 他根本不知道 装传日是什么时候 他也不知道该如何标示 就像我说的嘛 他也不知道这批蛋 恐怕早就过期了 所以他就依照他们 在地他卖蛋的方法 依国产蛋的标示方式嘛 所以他席选的那一天 是9月6号制造日期 就是9月6号 可是9月6号 可能根本就已经过期了 然后呢 他的有效日期就到10月5号 那么一个月 这就是在地 我们台湾蛋的标示方法 结果没有想到标示错误 所以他认了 他也道歉了 那要罚他 现在说要重罚他 哎呦哦 他就受不了了 所以他说 现在呢 他要罚他 他实在是觉得很冤枉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 有效期限是怎么算啊 那他就上网去 食药署网站去查 也查不到进口蛋的标示的规定 是什么嘛 所以他就说啊 他说我跟超司这个公司 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是农业部 不是超司找我的 是农业部找我要我出面帮忙 而且呢 还要他帮忙证实超司 有实际的业务经验 然后呢 他说啊 这批蛋啊 农业部不是说有喷辣吗 所以可以多延长一个月嘛 有没有这个月差很多啊 那他说可是我看到的蛋 他买一世人的蛋啊 他说我看有的有喷辣 有的没有喷辣 好 重点是有涂辣的蛋 表面厚厚一层 我卖蛋四十多年 一看就知道 但是重点就是说 鸡蛋涂辣以后 就可以保存得比较久 他说我没经验 也不知道 连卖蛋四十年的人 都没有听说过 那这个农委会 到底是哪来的技术呢 而且为什么有的有喷 有的没喷呢 实在是太乱来了吧 所以他就说了 一切都是农业部 要我帮忙的 我才接下来做 是不是真的很冤枉 被坑得够惨了吧 被政府坑 明明就是帮忙配合 却变成了冤大头 一切的问题 居然都要他扛 扛不下去了 出来喊冤啊 好 所以呢 我们看到高雄市政府的卫生局也说了 台农的负责人有拒绝规避事实 已经开了三十万罚单 不是四万 是三十万 而且还要再重重裁罚 最高开罚四百万 哇 高雄市卫生局很凶啊 说要重罚他 可能会开罚四百万 难怪土董话不敢 赶快出来喊冤说 我农啊 这个人真的不是我害的啊 是农业部 叫我配合我才配合的嘛 侯友宜就说了 赖信德不是口口声声说 重视食安吗 现在面对的问题 但是都地点点嘛 让人民真的非常的失望 这恐怕已经不是失望可以形容了 简直就是太恶劣 也太超过了吧 欺负善良老百姓 然后最重要的是 这批蛋到底是什么时候生的 什么时候上传的 什么时候到台湾的 叫土董销货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过期了 既然已经过期了 或者是已经急期了 为什么不销毁呢 还要千方百计的摆上架上 让台湾人吃下肚呢 农业部这群官员 是何居心啊 好我们看到 农业部才说 87蛋可以放四个月呢 是蛋伤台农标示错误 结果现在剧情大逆转 台农董作图案才爆料说 这个认错的影片 就是农业部叫他单下来 事后农业部呢 是赶紧澄清说 绝对没有强迫台农 拍盗窃影片 只是帮忙带转讯息 向大众说明而已 但是沉急中呢 他现在神隐不出来面对了 如果说图案才爆料 属实是真的 那我们的政府 不就像黑道堂口一样吗 现在是出了事 拉小弟出来 背黑锅顶罪吗 过去大家诟病说 是不是绿黑共识 难道民进党 其实根本是用黑道的手法 在治国吗 惠文哥怎么看 距离大选一百二十一天 然后大家聚焦的焦点 蓝色的媒体就谈蛋 绿色的媒体就谈高宏安 这国家真的是病了 没有办法 那下个礼拜立法院就要开议了 那我们现场有曾立文委员 还有我的学妹 这个准立委 我希望他能够当选的 徐晓鑫 官方表现的问题是这样 因为这个会期是 最后一个会期 这个明年的1月13号就要改选了 所以立委有两种 一种是区域立委 一种是部分区域立委 区域立委绝大部分是要拼连任的 所以他们很忙 要跑选去拼连任 那部分区立委呢 他们也分两派 一派是文的 一派是武的 像我左手边这个郑立文 他这个穷州的 你看他立法院很凶 我不是文武双全 这是女战神 文武双全是我 你是女战神 失敬失敬 抱歉 那可是国民党里面 有些是文的 就是说不要了 不要冲撞了 不要打架了 不要冲什么的 那哪一种立委比较多 郑立文这种 是稀有动物 大部分的国民党的立委 是不要不要 那我们请徐晓星 你明天就要到地方 去报道好了 就是他们不愿意 跟民进党冲撞 所以观众朋友 你看他这种光怪陆离的现状 怎么可能 写小说嘛 差不多这些剧情而已 可是他都动不了 所以我跟大家讲 我的研判是陈其重 可能上不了执行台 赖清德呢 他会处理这个 他会把他 把他这个可歌可泣 他会直接把他气掉 这个在维起来 他是气质 因为陈其重的这个阶段性任务 已经完成了 你看到我们蔡总统 是有十年政纲 十年政纲里面有个笑话 这个可能要问高嘉宇 就是十安五环 也不知道是哪五环 十年政纲怎么可能 请高嘉宇背一下 看看他对蔡总统 是不是忠心耿耿 可是请大家看这个 这个是T台的民调 你看这一阵子 国民党打了这么多的B案 可是赖清德在这个桑哈都 西卡都里面 赖清德还是领先的 所以表示什么 表示说这些很奇怪的 这些案子 包括这个淡的问题什么的 对赖清德的这个影响 是相对是有限的 他并没有崩盘 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就第一个 你要把矛图对准蔡总统 蔡总统是在非洲 开记者会跟我们讲说 淡没有问题 一切都摊开阳光下面 阳光在哪里呢 我也不晓得到底现在的 所以所有蔡总统 因为蔡总统的行程 也是这个 比较少 坦白讲 他最近也没什么行程 只要有蔡总统的行程 其实国民党的 所有立委候选 那些小鸡就要自救了 因为就剩一百二十一天了 你现在不拼 你要什么时候拼 我也不晓得 第二个 赖清德的行程 赖清德的行程 比蔡总统多很多 因为赖清德 他要拼总统大选 所以赖清德去哪一个 现在很多地方 他是公开行程 虽然维安特勤 会把你重重的为主 可是国民党的这些小鸡们 除非你觉得你一定能选上 不然你现在存一百二十一天 你不拼 你要什么时候拼 就是应该是你们 国民党的这些小鸡 应该站在第一线 譬如说在世贸 许小新的选页 你就应该去说 那个副总统 你不是说蛋没问题吗 副总统你的蛋到哪里 就你要去堵他 大家记不记得 蔡总统之前 就是因为那个年改的团体 八百壮士 吴思怀他们 就是一直去骂他骂他 骂到蔡总统 就把警政署长跟台北市长 两个都换掉了 你们怎么可以呛我 你们怎么可以在那个 复兴刚那边堵我 堵得我很没面子 蔡大小姐她就不高兴了 然后救人倒霉了 那这些东西 其实你的这些相关 我是觉得应该更积极点 因为各位你看到这些查币 因为侯友宜的证件说 如果当选总统要重启特征组 特征组是谁组成的 也是检察官组成的 不然你以为谁组成的 他不会有个人叫做特征组 他就是我们全国 一千三百多个检察官里面 去把他挑出来组成特征组 好我知道现在没有特征组 那我请问你 现在没有检察官吗 现在有检察官 那检察官你为什么不去查呢 你不觉得超市 因为超市它是进口最多的 当然先从他开始查 那图案才都已经跟讲说 我是出来顶的 那我为什么不查呢 那我想请问这些检察官在干什么 所以主持人 我讲一句比较实在的 如果明年能够政党轮廉的话 我第一个办的就是办检察官 你们这些人在干嘛 你们这几年在干嘛 对不对 你看徐晓鑫去检举什么 那个林秉书的有查吗 也没查 那林秉书查的 不就可以查到新潮流了吗 他就不查 那你打高嘉宇 我们就查这个就好了 哪有这种事情呢 大家都觉得很多的疑点 很多的断点都断在 都断在你检察官手上 都断在你调查局手上 甚至这个超市的案子 还说秦与乔的弟弟 是调查局的高层 刚好那高层 我还跟他有吃过饭 他说那真的是你弟弟 他说对那是我姐姐 你也好了 对观众朋友 我是后知后觉 绝对没问题 我想请问调查局的 你们不知道吗 你们跟我一样是看了报纸才知道 你们早就知道了嘛 那为什么都没有动作 都应该去查 包括我们之前讲的快筛 小吃店也可以买快筛 对不对 所以主持人我的结论很简单 在民进党这几年 为什么友台的刘宝洁跟罗志强 增先恐后要加入民进党 就是有人在蔡总统执政这个时候 他可以靠着民进党发财 可是观众朋友 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赚到钱 我就没有 所以你看西装破都还在穿 你看好可怜 那其他人他们可以赚钱 为什么 我合理的怀疑 是不是有前金跟后卸 是不是有契约跟合议 为什么这是这些人可以去标 他们都知道要开放快筛的 要开放鸡蛋的 他们有门路可以去买 那我们没有 你觉得公平吗 我觉得不公平 所以主持人我解论很简单 你在蔡总统执政这几年 你有赚到钱的 请你投胎金得 没有赚到钱的 请你投给我 我没有要选 请你投给其他的党 因为不公平 这一点都不合理 而且我觉得检调单位 要负最大的责任 大家都不敢得罪方丈 那方丈到底是谁 农业部一直告诉大家 因为这些巴西蛋有喷辣 所以可以放四个月没问题 好了 结果这个说法 先是被食药署打脸 说鸡查之后 没有发现蛋有喷辣呀 农业部说是因为辣 洗血的时候被洗掉了 结果现在听到 图万才出来讲了 他说他在做这个蛋 这一行四十年了 这些巴西蛋有的有涂辣 可是有的没有涂辣 他卖蛋四十年 一看就知道了 但他也不知道 有涂辣的进口蛋 到底可以保存多久 这不就代表 市面上的巴西蛋 没有辣的 根本不是被洗掉了 而是从头到尾 都没有上过辣吗 那农业部为什么 骗老百姓说有涂辣呢 会不会农业部早就已经知道 里面有一些坏蛋 有一些臭蛋了吗 小新怎么看 农业部就是一直说谎 一直爽 然后再一直说谎 再一直爽 每天都在说谎 然后想新的谎 来圆前面的谎 给大家看这个 我们这边今天给大家看 一个独家的讯息 这个是我们收到 来自民众的陈情 这样表大家能不能够看得到 这个是两颗蛋 这个是民众在全联 先前买到的巴西蛋 然后他那时候 他想要煮这个水煮蛋 蒸熟以后 剥壳发现有臭味 而且蛋白缺了一片 蛋黄容量少了一半 不敢吃就把整盒都丢掉 这个就是先前这个洗选蛋 在这个超市里面的时候 有民众买到 然后他刚才提供给我 告诉我们说 他先前碰到这样的问题 那我今天也有接到 另外一个民众陈情 他不确定 他当时买到的是什么蛋 那大概也是在 月初的时候买的 也一样 就打开来的时候 那个蛋黄 其实都已经散掉 是不新鲜的 所以我们前一阵子 我们都在质疑的是超市 是关于所谓的资本额 关于有没有所谓官商勾结 或者是说这个秦宇桥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 常见人在他背后 这还是钱的问题 不能说而已 钱的问题也很重要 可是现在是食安问题 是臭蛋大家要不要吃下肚 是制造日期有问题 而且保存期限 可能早就已经过期了 但农业部还包庇的这个状况 你可以看到两个案子相互去比较 你看到这个大职 先前不是有这个民宅坍塌吗 那台北市政府的处理态度是什么 当然是叫建商自己出来讲嘛 就是你自己做的事情 自己出来负责任的跟住户去讲 一般来讲的政府单位都是这样子 有争议的时候请厂商出来讲 可是你看到不管是高端 或者是这次的超司 甚至连图案财的蛋 很奇怪哦 他们都是自己抢在前面帮厂商讲话 有没有过去陈时中帮高端讲话 陈建仁帮高端讲话 蔡英文帮高端讲话 现在有没有陈吉仲 也是忙着帮超司讲话 这个都一点都不合理 照理来讲出现争议就叫说 你自己出来讲清楚 没讲清楚罚你哦 没讲清楚罚到保罚到倒 一般来说的政府单位都是这样 可是我们看到这次 不只是超司有一份合约 然后你完全不按合约走 然后还可以称赞他 政府不依法行政还说很棒 那现在呢 又已经演进到 我们昨天都觉得太吃惊了 就是养鸡大王图万财返水 返水什么意思呢 基本上就是他作为农业部的棋子 被丢掉了啦 先前农业部呢 就我发喜选蛋的声音给你做嘛 这个赚的钱 你要不要帮超司讲一点话 就搞老半天图万财 当时他说什么 你们这些外行的人 不要来批评我们内行懂蛋的人 结果他根本跟超司不熟啊 他认识的是秦宇桥 也就是超司的负责人 先前已经过世多年的先生 所以这个超司他现在出来讲 跟他完全没关系 那为什么要出来护航 他现在说农业部叫我帮忙讲的 你一个农业部 你不叫超司出来讲就算 你还在另外叫一家厂商 出来再帮那一家厂商讲话 这个大家合理认为 就叫官商公结嘛 然后就连 抱歉我标示错了的影片 都是农业部叫你拍的 那这个当然让大家觉得非常严重 可是我要讲的是这个 所谓的包膜的事情 巴西他们进口蛋的时候 就让我们知道说 他的蛋就有喷辣的部分 保存期限就是110天 就是即便你有喷辣 都是110天 可是到了台湾 现在这件事情被揪出来 所谓的你的制造日期 你的保存期限有问题的时候 农业部突然告诉我们是120天 有没有又有那个高端的既视感 高端之前其他的疫苗 BNT AZ都有保存期限 保存期限到了一律销毁 可是高端不一样 高端的保期限 只要没人打就不断延长 大家应该还记得这件事吧 但也一样 从110天变成122天 这中间差了十几天 差很多对于鸡蛋来讲 而且对于这些厂商来讲 差很多 因为如果你只是说110天的话 我算了一下 你只是标示不正确 可是如果你过期还放在家商 那不好意思喔 最高罚多少 是2亿不是400万 所以你讲说所谓的iPhone喷膜 然后你说跟iPhone包膜一样 然后可是你现在又被抓到说 所谓的你的 你的蛋到台湾来的时候 又被你洗血的时候 辣又洗掉 洗掉不就没用了吗 那膜不就掉了吗 所以现在他以为他解决了一个点 但是其实冒出了更多更多的疑点 现在很多民众都不太敢再去架上 买国外进口的蛋了 要把那个盒子拿起来 前后找很仔细看那个小字有没有 会写一个巴西两个字 大部分的人都没有看到了 台农的董作图万财踢爆说 农业部要他承认标示错误 现在高雄卫生局就说 你图万财有规避的事实 开出30万的罚单 而孝齐标示不时还在调查 可是会从众来处罚 最高要罚400万 但是罗志强就痛批了 说台湾的洗血蛋只能够放一个月 美国的冷藏蛋最多放105天 可是我们的蔡政府对巴西蛋的消息 自己把它延长到120天 厂商又额外延长个11天 物标食品消息其实设犯的是刑法 所以罗志强就说了 那农业部是不是共犯呢 是不是对民众谋财害命呢 结果农业部现在丢下一句话说 我是代转讯息 这样就可以谢责了吗 好 业者却被承重处罚了 有人就说了 会不会应该是套具 周星驰电影里面讲的 你得罪了方丈还想逃吗 郑元委员 只要方丈在都逃得掉 因为刚才辉文讲了 检察官不敢办都在睡觉 检察官是检察一体 最上面那个叫刑太招 刑太招没有下令办就不会办 既然检察官想办也没得办 这跟法院不太一样的地方 那刑太招是谁的人马 是方丈的人马 方丈是谁跟我同姓 那不是我 简单倒是这样子的 刚才主持人讲得很好 你说去买蛋建议大家消费者 仔细看底下是不是巴西来的 可是你吃的蛋 你一定有机会看到蛋的产地吗 因为你吃的蛋不一定是你买的 不是你亲自在市场上挑的 你可能是吃便当 你可能是外食 你可能是吃餐厅 难道你到了每个餐厅门口 就要把他们的厨师叫来 你那个蛋的包装给我看一看 底下有没有打个巴西的是不是 那可能性不太 吃蛋糕 吃蛋糕更不可能 蛋都有蛋 那就更复杂了 月饼 月饼那更复杂 泡面 那这个有完没完 这简直实在是 所以巴西蛋的遗云 不厘清 是很糟糕一件事情 但是容易不容易厘清 很容易嘛 很简单 就传 请你喬来就知道了 请问一下你去巴西买蛋 你跟谁买 巴西四十年对口单位 你什么时候去过巴西 你去巴西几趟 你有跟这个巴西的人做过生意吗 也告诉我们一下 或者你有没有email的联络 你会不会巴西文 那不会都要谁帮你翻译 一个退休的老太太 能够进口 五千三百七十二公顿 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那总该你有总经理吧 你有副总吧 你经理吧 是谁 如果通通没有的话 只有一个人 那我们只能说 他是车手的几率非常高 我解释给大家什么叫车手 就诈骗集团 要有一个人出面去提款 那个人叫车手 那现在是跟农业部提款 那个人叫清理桥 所以他车手的成分是很高的 可是问题 车手后面还要什么 人头 对不起 台农的图万财先生 就是什么 就是人头啊 对不对 什么叫人头啊 出来顶罪用的 为什么要顶罪 因为现在好像车手挡不住了 只是检察官他不敢去传讯车手 方丈还没点头 所以秦宇乔还没被问 刚才我问的问题就还没出来 可是呢 人头已经先跑出来了 人头受不了了 他一天要花很多钱 花个几十万就算了 花个几百万 那小秦就吓他是花上亿了 那老天娘 他这个人头 拿 对啊 拿搞不好拿不到多少钱 他赶快跑出来 我不过帮忙洗洗淡而已啦 可是我在洗之前我就发现他没包膜 我老天娘 不通通是谎话吗 那到底秦宇乔 你进口的时候 有没有包膜 他可能是我不知道 我不喜欢跟谁买的 有人买了以后 叫我出来当车手提款 哇 更经典了 那通常诈骗集团会有个阻谋 谁是阻谋 谁是阻谋才是关键啊 因为阻谋才会去找厕所 去找人头啊 对不对 那阻谋才知道找巴西是谁 是跟他有关系的啊 那这一连串就很多啦 那我就当然是问一件事情 那我就合理的怀疑 阻谋是否沉急中 要不然沉急中这么热心帮他讲话 对不对 因为怕被怀疑到嘛 阻谋通常都躲得远远的 那主谋在这各种这种诈骗集团里面 永远是最后现身的 如果没有寻线去逮的话 不太容易逮得到 那些有人要寻线吗 没有 那如果不是陈吉仲 有没有跟陈吉仲还大咖的人 比如说我们经常想说 这个民进党有没有个派系 专门在吃光电的钱 有没有在专门在吃蛋的钱 还有没有在吃杯的钱 那这个派系的头头 是不是就是我们大家所猜疑中 那个佛地谋 那佛地谋赶快现身吧 可是要让佛地谋现身 就要靠检察官 那检察官还要主持正义的 不要说 徐小熙在告人家 检察官在问他 你有没有诬告 那问谢龙介 我要传奇日桥 这很容易解脱的事情 但是只要方丈在 所有的和尚都在睡觉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